萨奇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萨奇到底有没有小鸡鸡 会者戴尔菲 作者提里 从前对马克思来说 一切都很简单清楚 第一有些人有小鸡鸡 第二有些人没有小鸡鸡 第三有小鸡鸡的人 比没有小鸡鸡的人强壮多了 当然马克思是属于有小鸡鸡的咯 没什么好抗议的啦 从盘古开店以来 事情就是这样啊 你瞧瞧 例如这些长毛巷 在长毛巷的时代里 有些长毛巷有小鸡鸡 但有些长毛巷就没有小鸡鸡 到底谁会比较强壮呢 所以啊 马克思非常等于 自己是有小鸡鸡的一员 不过女孩子就没那么幸运咯 然而 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对马克思来说 女孩子啊 就是少了某些东西 不过呢 这些想法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因为萨奇来到了马克思的班上 我跟大家介绍新同学 这是萨奇 老实说 刚开始的时候啊 马克思只会嘲笑萨奇 唉 他只是个没有小鸡鸡的人 只会玩洋娃娃 或是画些可爱的小花而已 可是有一天画画课时 发生了奇怪的事 萨奇正在画画 哇 你很有天分啊 老师一边说一边将萨奇的画给大家看 画纸上并不是可爱的小花 而是一只巨大的长毛巷 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接下来的好几天和好几个礼拜 马克思常常问自己 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因为萨奇除了会画长毛巷之外 她居然会踢足球 还有一辆男生的脚踏车 她很会爬树 而且爬得比马克思还高 每次打架她一定都会赢 天啊 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马克思问了自己好几千遍一样的问题 于是 一个想法跑进了她的脑袋 她告诉自己 萨奇一定是个很特别的女孩 她想萨奇应该有其他女生没有的东西 没错 这是那个 萨奇是有小鸡鸡的女生 属于没有小鸡鸡的一曲 但是又有小鸡鸡 这一定是卫装 马克思决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清楚 等她一找到萨奇有小鸡鸡的证据啊 她就要马上告诉所有的人 然后就没有人会跟她一起弯 绝对没有 说到做到 于是马克思开始偷偷跟着萨奇 到处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例如从厕所的门下面偷看时 她发现萨奇是坐着而不是站着耶 但是 好啦 这又不能证明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坐着上厕所啊 又有一次 马克思在萨奇下过夜 不过很不幸的 萨奇在浴室里换衣服 当她出来时 身上已经穿着有长毛像图案的大睡衣了 这天晚上 马克思什么都没发现 还有其他的晚上和白天都是相同的情形 唉 这种调查实在是不简单啊 接下来的十几个白天和晚上也都过去了 结果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夏天到了 萨奇和马克思在露营时相遇 当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正在搭帐棚时 他们喊着 我们要去游游咯 萨奇和马克思急着到海边玩水 所以完全忘了要拿泳衣 等到他们跑到海边 萨奇才想到 啊 自己忘了带泳衣 糟糕 我们必须回去才行 萨奇大叫 马克思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于是他说 没关系啊 我们什么都不要装好了 马克思以为萨奇不会答应 不过出乎意料 萨奇很快地说 好哦 接着他开始脱衣服 刚开始时 马克思只看到他的屁股 不行这还不够 只看到屁股的话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 萨奇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 马克思一脸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叽叽巴巴地说 你 你 你没有小叽叽 萨奇惊讶地看着自己肚子下面说 嗯 没有 可是我有小妞妞 然后噗通一声他就跳到水里面去了 从此以后对马克思来说 世界再也不一样了 以前世界分成有小叽叽的人 跟没有小叽叽的人 现在世界分成有小叽叽的人 和有小妞妞的人 啊 原来就这样啊 其实女生什么也不缺 其实女生什么也不缺 就会有小叽叽的 对声都帅差 感染是 rounded